大家好,欢迎来到InnoGraphy应用大讲堂 本节视频我们一起来学习InnoGraphy中进行诉讼检索的方法 本节视频主要介绍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Litigation数据的收录范围 然后是Litigation的检索、分析和预警 那么首先第一部分,我们来看一下InnoGraphy中都收录了哪些诉讼数据 InnoGraphy中收录的专利诉讼数据 它的来源是KoreaN旗下的另一款专业的知识产权诉讼数据库DatsIP 目前InnoGraphy中总共收录了超过2530万篇USPTO Public Pair的图像文件 超过8.3万份美国Payser法院电子司法卷宗 还收录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的337调查 以及美国PTAB的专利无效复审案件 收录了超过10万个美国专利的诉讼案例 也就是说InnoGraphy中收录的美国诉讼数据是非常全面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在InnoGraphy中如何进行Litigation检索 首先我们看到在InnoGraphy的主界面这里 有一个Litigation的标签 我们做诉讼信息的检索就是在这个标签下进行 那么首先呢是一个简单检索的检索框 在这里我们支持使用关键词对诉讼信息进行检索 另外我们还可以打开高级检索功能 点击这里的Usearch Builder 那么在这里就会给我们提供很多诉讼检索的检索条件 我们可以一块来看一下这些检索条件 首先我们可以专利本身的一些信息作为检索条件 比如专利的摘要专利的权利要求专利号 还有专利的标题等等信息 我们既可以用专利号来做精准检索 也可以使用标题摘要权利要求中的一些关键词 来检索某些技术领域的专利 它所涉及的诉讼案例 然后引导网费中还支持以案件的相关信息 作为条件来检索 比如这里我们可以以被告和原告的信息 作为条件来检索 还可以限定诉讼的法院 另外还可以使用一些相关的人员作为条件 比如说律师或者代理人的信息 还有律所的信息 以及法官的信息等等 那么下面我们会通过两个检索场景 来看一下在Enoughify中如何完成诉讼案例的检索 首先第一个检索场景是 我们需要寻找专利US6661203B2所涉及的所有诉讼案例 好 那么我们只需要在高级检索这里 找到Pattern Number这个检索条件 然后输入我们的专利号 US6661203 那么这里我们能看到 随着我们的输入 在上方是会自动的生成一个检索式的 那么此时我们就可以点击Submit 开始进行检索 那么在这里我们能看到 检索结果显示是有10个诉讼案例 涉及到了这篇专利 那么这些案例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所有的案例 其中一方当事人都有Unilog这家公司 然后这些诉讼呢 发生的法院分别有德州的法院 华盛顿的法院 还有加州的法院等等 那么诉讼的时间是集中在2017年到2019年这个时间段的 那么我们可以点开其中的一个案例 来看一下它的具体案例信息 首先我们在右侧是能看到案例的信息 包括一些时间的信息 暗号 还有法院的信息 然后下方呢 还有很多这个诉讼案例 它所涉及到的一些文档 我们可以在上方这里去筛选文档的类型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档 它是以这种蓝色的链接的形式存在的 那么这些链接呢 是可以点击的 我们点击这个链接 它会给我们跳转到黑色的网站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进行下一步的阅读和下载这些文档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检索场景 就是我们可以去检索苹果公司作为被告所涉及的全部诉讼案例 好的 我们同样是在高级检索的这个页面 我们可以首先找到Defendant这个检索条件 然后我们输入Apple 这就是苹果公司作为被告的检索条件 然后我们点击Submit 开始直接进行检索就可以了 那么在结果这里我们是能看到其实是有949件案例 它符合我们的检索条件 此时我们可以使用Enoughify中的分析功能来对这949件专利的案例的情况去做一个快速的概览 首先我们可以点开View by Results 这里是包含了很多内置的可视化图表的模板 那么我们按照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可以 由于刚才我们的检索条件是苹果公司作为被告的案例 那么我们首先就可以通过热力图来去了解一下 与苹果公司发生诉讼的一个原告的情况如何 那么在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一下代表公司的色块越大 然后颜色越红 那么代表的是这家公司作为原告设计的案例数量是越多的 也就是说作为原告与苹果公司产生诉讼最多的公司是Unilog 那么其次第二名的是这家公司 第三名的是这家公司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排名前几名的还有我们比较熟知的像是诺基亚 高通还有三星等等的公司 那么以上就是苹果公司的诉讼案例的一个原告的分布情况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去看一下 比如说苹果公司这900多件案件 它在美国的一个法院的分布情况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个丙图来看 然后在这张图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有25.9%的诉讼案例 它发生在德州的东部法院 然后有19.6%的诉讼案例 它会发生在加州的北部法院 那么另外呢 在美国的其他的多个法院 包括像是ITC 然后PTAB等等 都是各有分布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去看 苹果公司的专利诉讼 它所委托的一个律所的情况 同样的我们也是去选择一个丙图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除了 百分之十七点一的没有律所的情况以外呢 大概约为百分之十的诉讼案件 它是委托给了这家律所 然后百分之七点八的诉讼案件 它是委托给了这家律所 另外呢 从这张图的整体上我们也可以看出 就是苹果公司它在律所的选择上 也是比较多样化的 然后另外呢 我们可以去看这张图 这是通过一个堆叠的柱状图的形式来展示我们统计的这些诉讼案件 它所发起的一个时间 我们通过这张图可以去看到 就是哪些年份是一个诉讼的高峰 然后同样的可以看到就是排名前几名的一些法院 它的案例的分布情况 那么其他的图表也是比较类似的 我们就不一生成了 这个留给大家好面去探索 然后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案件的列表页面 这里呢 我们最后一点 我们一块来去看一下 怎么样去进行诉讼案例的一个预警 在进行预警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中这些案例 然后到了这Save Litigation这里 我们可以选择Save Litigation to Case Alert 然后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对话框 然后在频率这里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选择每周或者每月更新 这样我们在固定的时间就能收到一封邮件 提醒我们苹果公司作为被告的案例 它是不是有更新 那么如果我们想把这个更新送给 共享给其他人呢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框中输入邮箱的地址就可以了 那么最后呢 我们点击Create就能生成这个预警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本次课程的全部内容 谢谢观看 Enough Graphic应用大讲堂 下期还有更多精彩内容与您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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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